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尼山美利基的观众 大家好 我是Carmen 新一年又回到我们厂 做第一次的录影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sorry 说得多 Happy New Year 要转一转中文 新年快乐 今年第一个topic 就是想说说 来到美国 其实都认识了很多的学生 其实我都非常羡慕他们 想当年Carmen 就没什么机会来到美国读书 因为真的很贵 我当年在香港读书 学费一年是港元四万多元 我有时来到美国都会看看 在美国读书要多少钱呢 可能都是四万多 或者三万多四万 甚至可能好些的学校更加多 不过是说美金不是港元 所以那个是几倍计的 所以如果有机会来到美国读书的朋友 其实我觉得是很幸运 有这个机会之余 其实那个经济负担应该都真的不小 有见及此 其实有很多的香港学生 来到美国留学的时候 都会可能申请一些做学金 或者一些奖学金 都是很需要这些支援 有见及此也都有一个香港的组织 叫做Hong Kong Professional Network 之前尼莎美利坚都介绍过 简称HKPN 由2021年开始 搞了一个专给香港人的奖学金 去到2022年 更加加码 联同了几个组织 包括有Students for Hong Kong 港学者联盟 和香港监察 推出了第二届的HKPN奖学金 今天很开心 请到HKPN奖学金的其中一位负责人 Yuri 应该说去年 过了几个月 去年2022年 得奖者钟申豪 上到我们的节目 和大家分享一下 Hello Yuri Hello申豪 你好 Hello 你好 首先想问Yuri Hello 大家好 Yuri 其实我都知道 你有份搞过HKPN奖学金 可不可以和大家说一下 成立的目的是什么 和中间整个筛选过程 是如何去做评审的呢 其实好像你这么说 香港现在很多学生来了美国读书 而美国读书 现在其实不止4万 可以是6万 更加高都不出奇 所以呢 我们在两年前 就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就希望可以筹些钱 就帮一下大家 一开始其实都是很小的规模 那我们都是在说两个两千元 不是很多的 就是作为好像奖励一下那些学生 直到刚刚今年 就可以筹得多了一点的钱 所以就再继续搞 所以暂时就搞两届 哦 那今年有多少钱啊 今年每位应该是3千5元 是不是 申豪 是 没错 嗯 那是一个非常之不错的奖励 中间那个评审 是需要如何去筛选呢 那当然是香港人先 是吧 是啊 是啊 那我们有五位评委 五位评委 其实都是在 很有趣的 在美国不同的角落 也都在第二届 我们加了加拿大的 的学生都可以参加 所以呢 好像港学者联盟 他就有代表在Toronto 那跟着 那跟着 也都我们HAPN 有人在蘭菇佛 我自己就在芝加哥 那跟着 也都有人 有人在LA 那样 和DC 那就是五个不同的地方都有 和五个都代表了 不同的职场里面 或者是学界 就是Professor那边 比较出雷不碎的Professor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mix来的 五个之中 哦 那真是横跨了几个市区 还有去到加拿大都有 这次很厉害 那我想问一下 那个反应如何呢 那今年会不会说 sorry 我经常都说了今年 因为刚刚才过2023年 其实就是去年 2022年 那个反应如何 多么多人去拥药去申请呢 是double了的 就是申请者是接近50个 那就是第一届是double了的 嗯 那我就知道呢 今年呢 其中一位得掌者就是 申豪了 那我知道好像说 今年是开了两个category 是不是 一个是undergrad组的 一个就是PhD 或者是postgrad组的 那申豪就是应该是postgrad组 那边 或者叫PhD组那边的得掌者 是吧 是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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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豪可不可以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你自己等大家认识一下 今届的得掌者是 是什么人呢 何方神聖呢 是 大家好 我叫申豪 那我现在就在University of Arizona 就读着PhD了 那我就 我读的科就是political science 嗯 那我自己就研究 台湾的政治 那我以前也有些做些香港政治的研究 啊 那我就非常之榮幸 今次可以得到HAPN的这个奖学金 是的 我好像听闻你有 是《鱼水》里面的编辑是不是 是啊 是的 就是我是那个Editorial Board的其中一个成员 那 其实我还有其他参与 其他就是那些不同社群的参与 我最主要的身份都是 作为一个博士候选人 现在是候选人 是的 我还打算是骂车鞭呢 我和PhD是半个行家 哈哈 是的 申豪 很多谢你的自我介绍 很多谢你的自我介绍 那今次拿到这个奖 其实申请的过程 会不会说 複雜或者有什么困难 怎样去 因为刚才Yuri说 多了一倍的人去申请 申请的挑战难不难呢 或者你是怎样做到呢 是的 我首先都要说 我也是比较幸运的一群 就是 怎样说好呢 我 其实说得整个 申请的过程 不算非常复杂的 因为其实都只是需要 搞三八字的自我介绍 接着然后 就等可能大约两个星期左右 因为可能评委他们需要去 筛选哪些人去进入最后一轮的面试 这样的 那我在面试的时候 评委就问一些问题 可能都是跟回 可能Yuri就可以补充了 我想他们都是跟回 受访者 就是那个 学生的 他们所知的东西 所以根据他的需要 就问回 刚刚就问到一些问题 我可能会比较熟悉一些 所以可能我的表现 就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最后就很荣幸地可以脱颖而出 是的 我记得是 问一些关于可能 理事眼香港人的一些问题 那所以 因为我其实 这些问题 我以前都跟不少的朋友讨论过 那其实可能都是拿回一些 以前讨论的一些观点 那可能再整合一下 然后再可能 是的 我本身都对这些事情 都有一点点看法的了 所以就可能因为这样 而 是的 就获得评委们的欣赏 是的 你欠虚而已 不过我有点兴趣 想知道究竟问了什么问题 以及你怎么回答 等我你都参考一下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我自己不是说特别记得很清楚的 但是我记得大约的问题是问 就是 大约是问我怎么样看 离散港人社群的 prospect 不好意思 离散港人的前景是怎样的 是的 就是 都是一些身份承传 第二代的问题 那我其实 因为这个长度有限 那我大约说那个方向 我觉得 是有一个前景在 那当然也有充满着一些挑战 那样的 那都是整合一些 目前我们遇到的一些挑战 或者我们有些什么优势存在 是的 就是大约是这样的 就是都 如果太详细 我怕做到一个节目太长 所以大约是这样的 那如果有什么观众想知道 可能自己找回新航文 用英文回答 还是用中文回答 当时要 用中文的整个过程 都是用广东话去进行的 哦 那这个也是香港人 也可能是这样 是的 都是一个全城 用广东话 因为这样 所以 就是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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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因为用回中文 你问辛豪这个案子呢 其实 首先 就是很难的 嗯 两届都是很难选择的 首先 辛豪已经经过第一次的筛选 好像他刚才所说的 我们的确是五位 是五位的人士呢 去作为第二轮的恩选 因为我们不可能 花太多时间 每个都去见面的嘛 所以 见面的那些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通常呢 其实两届都是这样的 见面之后呢 我们平位呢 就是有个评分的机制 那其实两年的 评分机制呢 都是有少少不同的 那我们 就是每一次 我们做完之后呢 都会去问回 就是今年的做法 好不好呢 嗯 还有就是今年 就是去年 去年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会说回 因为今年 去年有少少不同 就是我们有了这个 那个Postgrad嘛 那Postgrad的那个要求呢 其实是高过Undergrad的 是高很多的 我们会期望他们讲话 或者其他东西 更加成熟 那所以呢 他们Postgrad的自己 那个评审呢 是不同的 他们都是一视同仁 但是就高过Undergrad的 嗯 那每次都会 我们评委都会有爭吊的 就是怎样选择最后的 Vena 或者这个 那个 那个 最后那两位人士 每次都是会有爭吊 每次大家都有少少 不同的 的意见 那虽然我们用很scientific的方法 就是会 给分啊 或者我们 会有五大方向 好像今年有五大方向 那我们会 在那些地方给分 但是都是会有爭吊的 大致是哪五大方向 或者 或者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和鑫豪在哪方面 特别你看到 是很值得学习的呢 鑫豪肯定就是在学术成就那里 那里 那第二可能是 initiative 是在这个 离散港人那里 有些做些什么 initiative的东西 那其实有很多 都是很强劲的 那另外一个呢 就会是 他那个 前景 就是 他自己的planning 在我们访问他的时候 都会看他有没有 对人生的规划 将来 那样 还有另一个呢 很重要的就是 那个financial need 那如果我们 在问他的过程之中 看到他真的有个需要 那我们都会平衡的 那所以 现在 就好像刚刚这个financial need 其实是很难 去找到的 因为我们也都不会说 要他们提供一些真正的数据 或者一些很仔细的东西 那我们就凭感觉了 那所以 就要怎样可以大家有 就是看到 在那个访问之中 大家会看到不同的东西 那要拿出来谈 那都是困难的 所以就算 就算其他很多的朋友 他们最终不会获選 其实他们都已经是很厉害的了 是 那所以 也不要说太妄自匪博 其实大家都很厉害的 我刚才这样听 其实这个计划 这个奖学金计划 不单止是说 帮助读书的经济需要 那么简单 都是想推动一些 香港人的 刚才你提到的initiative 譬如怎么去帮离散港人 就是希望他们都会有一个 帮助离散港人的心 才会从而更加容易 拿到这个奖学金 那是不是其实 这个奖学金最大的目的 都是想推动 离散港人的社群 那个团结 有少少 就不是太多的 因为始终我们是一个中立的 professional的network 其实我们是希望他们 如果他们可以帮助到 其他香港人 在那个专业上 继续发展 其实都可以的 我们不是一个很强烈的政治组织 所以就是这样 明白 最重要的是 有一个帮香港人的心 那做什么 其实都有一个自由度 辛酷恭喜你 拿到这一笔的奖学金 有没有什么打算 其实都没有 因为本身 我说真的 我现在是在读 PhD 那其实 PhD 的那些 每个月的 所谓人工 其实都不是很多 那我 就是 雖然这笔钱 也都对我来说 是非常大的帮助 那样 不过也都不能够 花费得太过厉害 可能都是吵着 每个月 可能叫这个快餐 加大就不用想 就是 就是我觉得 就是 整天都真的 比较清平 就是对于这些 PhD 学生来说 所以 就是 暂时来说 就 没什么太多的计划 拿着这笔钱 嗯 我也明白 最近美国的通胀 这么厉害的时候 真是多一点点钱 都是很重要的 可以 帮补一点点 那你那个学业 现在又怎么样 或者是什么时候毕业 或者毕业了之后 有没有什么打算 在美国怎么继续 为香港社群攻击也好 或者是 在美国的社会工作也好 会是什么样的打算呢 将来 这个 什么时候毕业 这个问题 就少少敏感 不过我想 可能 两年内 我想 希望两年内 可以毕业 因为现在第四年 一般 这些 课程的设计 就在五年之内 搞定 一般 可能 要延长到六年 一般来说 六年是一个平均数 希望六年内 可以搞定 是 还有 未来 都是希望搞回学术的 希望可以留在美国的学术界 就可以找到工 都希望可以在美国的大学 找到教权 以及继续做一些香港或者台湾相关的研究 嗯 都真的非常之对这个社会有贡献 兼且是对台湾香港社群特别是有贡献 非常之好 我想问一下Yuri 其实 今次这个奖学金 其实这些钱 就是帮助到新豪 这一班的新生学者 钱是怎样籌务得来的呢 下年会可能再加码呢 是 其实呢 两届呢 都是一些有心人呢 就是捐给HAPN的 那我们也都会向一些朋友募捐 那就是 每次都是打自己人的心口 那其实这件事呢 也是一个问题来的 长远来说 那我们HAPN 都有一个长远的目标 那希望呢 就好像在今年开始呢 我们就会正式成立 为一个NGO 那在一个目标的情形呢 就会更加容易一点 就是大家可以多些 多些可以帮忙 支持HAPN的工作 那另外呢 我们就希望成立一个基金 那会是一路 将这些钱呢 就慢慢地加码下去呢 那希望呢 将来呢 下一届可以提供用多一点 就是两个位呢 其实是很难决定的 那因为有Undergrad 又有Postgrad 那如果我们每个 每一个都有两位 那我们就可以平衡 那一位可能就是多些 学术成就的 另一位呢 就可能是多些 financial need 有需要的 那所以有Undergrad 那如果四位呢 就要完美了 那四位呢 那四位呢 都不少钱 所以呢 那我们都是要做一些 比较正式的 令到我们可以接受大家的支持 那这个就是HAPN 今年或者长远一点的目标 那这样 那最重要呢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有一个永足 那如果我们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金额 那我们可以拿来作为一个很保本的投资之后呢 就可以利用利息呢 去支援每一年的综合金牌法 那这个呢 那就是这个HAPN 现在正在做的方向 其实我都记得HAPN 那时候搞这个 今届 应该说2022年这一届的综合金的时候呢 有在一个Telegram group 那里就呼吁大家捐钱 那其实我看到都 这种的很自发性的捐钱 有时候很不稳定 或者很容易fluctuate 可能 不是每一年都guarantee到一个 比较好的amount 那我都希望HAPN 可以接着 那个发展会 就是在筹募这个综合金的时候 做得越来越稳定 亦都可以帮多些香港人 最后想问 今届得掌者身后 再问多一句 下一届的朋友 如果想申请的时候 你会怎样去介绍 这个奖学金其实是 怎样去申请 有什么提示 或者是怎样推介 这个奖学金真的很有用 好帮到 怎样去讲一下 这个奖学金 形容给下一届的申请者听呢 是 那我想最主要 我想HAPN成立这个奖学金 其实最主要都是希望 推动这个 离散港人社群的发展 那我想可能 下代的申请者都可能需要 由这一点出发去想 怎样去 告诉别人 你是会对这个社群是有贡献的 还有也都可能尽量地 就是可能你现在未必会有很多的贡献 或者你已经有很多的贡献了 你要想你怎样去讲你的贡献出来 也都可能你本身是 不是说太多的参与的时候 可能你都可以去想一下 就是你到底将来 可以去怎样去参与呢 以你所有的技能 你可以怎样去 你的身位 你可以怎样去参与呢 我觉得可能这些都是 评委想看到的事情 嗯 那就记住了 希望下一届 Yuri 会不会有几个 我只想说一句 不难的 我们是尽量简化 因为写的文字都是300字 或者一版 那其实很简单 而且我们是极之欢迎大家用中文写的 就是中英不限 interview的时候也都中英不限 那希望下年会见到更加多的人去参加 是的 希望看了这个观众的香港朋友 也都在美加的话 会不会有机会去到美加以外呢 其实也by the way 有可能的 那其实全部都是 看回我们可以有筹谋到多少金額 嗯 那由现在开始 想想怎样去准备都好 因为可能是年尾才会推出这个计划 等大家申请 那去到年尾的时候 聖诞节的时候 看看会不会收到奖学金有礼物 那大家可以准备一下 怎样申请 如果有兴趣的话 那很多谢Yuri和辛豪 上到来这个节目 今次做这个访问 那多谢 好 就是客气 那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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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